7月20号 中共中纪委宣布 天津市公安局局长伍长顺正在接受调查 有关伍长顺落马的原因 中纪委之简单公布 涉嫌严重伪计违法 而中国大陆媒体爆料说 伍长顺疑次收取巨额贿赂 但是有评论指出 在目前周永康失事 政法委系统人人自危的情况下 伍长顺的被调查 还隐藏着经济问题之外的原因 几天前 天津市公安局局长伍长顺 伍长顺还作为市领导 出现在新华网天津频道的报道中 20号下午 伍长顺的名字又出现在中纪委网页的要文中 不过这次只有简单的一行字写着 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市公安局局长伍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伍长顺是中共十八大后 首个落马的天津副部级高官 大陆媒体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说 伍长顺疑似因为收受巨额贿赂被调查 他落马后 家里被查出的财、物、总价值超过一元 由于伍长顺落马的日子7月20号 正是中共在15年前开始镇压民间修炼团体 法轮功的日子 而伍长顺所在的天津市公安局 又直接涉及镇压的导火索天津事件 因此伍长顺落马后 他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情况 也被海外媒体大量报道 这个伍长顺落马 他不止牵扯到经济犯罪的问题 他和他的前任宋平顺 直接导致425大上坊 他的盗户所就是在天津 当时为了配合罗干合作修 伍长顺当时就是一个重要的最直接的参与者之一 所谓的天津事件就是在1999年4月 前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亲戚何作修 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文章 捏造事实 指名公期法轮功 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因此自发去杂志社澄清事实 由于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诉求 出版社一度准备发声明更正 但天津市公安局强硬介入 到4月23号 天津防暴警察殴打 并抓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 警方还说 这是北京的命令 让法轮功学员去北京反映情况 由此引发了425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大上坊 公开信息显示 伍长顺于1998年9月 被升为天津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及副局长 一手提拔他的原天津市政法委书记 公安局长宋平顺 2007年也因乱权 腐化等问题被调查而自杀 引发的受大上坊 接下来就是江泽民对法轮功 持续15年的迫害 造成亿万中国民众受到迫害 那么之后宋平顺和武长顺 可以说验证了中国的那句老话 但有三报 恶有恶报 天理不闯 然而 在长达15年对法轮功的镇压迫害中 许多天津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例如2008年去世的李文霞 他跟我亲口说的 他在劳教所被放在厕所里 为了不让他睡觉啊 还把地上放上水 有一天警察踢他一脚 直接就踢到他的胃上 从此他就不能吃东西了 从原来90多斤到60斤 我两年之后见到他的时候 还是不受临寻的样子 为了制止当局对人权的迫害 2006年 天津法轮功学员 曾给武长顺发出公开信 劝告他不要再跟随中共 迫害法轮功 但据美国《明慧网》的统计 身为公安局长的武长顺 不但继续推动迫害法轮功 甚至亲自坐镇抓捕法轮功学员 据不完全统计 近2012年 天津就有110人次的 法轮功学员遭绑架 抄家等 11人被非法劳教 还有11人被非法判刑 而去年 天津有76人次的 法轮功学员遭绑架 抄家 22人被非法判刑 今年上半年 天津有50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 11人被非法判刑 截至今年7月 已有92名天津法轮功学员 被迫害致死